爸爸 我要是憋一个屁 那个屁最后去哪了 从嘴和鼻子护住去了 我的妈呀 我学拼音走势记不住怎么办 去上厕所吧 上厕所的时候记忆力比拼音是要好 哦 那上完厕所 我为什么总想回头看看 90%的人都有这个习惯 看到量多 心情舒畅 看到量少 心情郁闷 感觉还有存货 还真是 那为什么叫上厕所 不叫下厕所 因为古人是把厕所建在房屋上方 你得爬上去 所以叫上厕所 下厨房 也是因为厨房在厕所的下面 好神奇啊 棒